好 这堂课是我讲的 那么我当然在各位的 会议的议程里面 是说中教对话 比较中教 那么当初我的 主题的设想是说 这个只是一个领域 那么一定没有认为是 少要讲一个稍微 一点的题目 那么各位现在手中 有我的讲竿 我讲竿是认为是全球化下的 宗教充足与贵化 这个题目也应该是一个 大的领域 也很难成为一个 一个讲题 但是我想因为 我们这个主题 我们这个宗教原型的主题 就是说一个 全球化与宗教充足 似乎我们讲了很多 全球化也讲到了 整个区域化下的 宗教 而是所以说 冲突 当然我们也看到一些 录音 也在了 这些影片 可是大部分的老师 好像都没有讲到 冲突 这一部分 有后面 那他只会 像这个 庄宗教充足 好 那么他会提到 但是好像 这方面的 努力不是那么的大 那么 也更好像没有提到 对话 宗教之间有一个 主动对话 我们四众都感觉 有一种很阴霾的 这样的一个感受 说在全球化 以下 所有的宗教都已经 这么的陷入一场混争 彼此的衝突 好像是没有 任何的出入 我想 是不是都是这样的 一个情况 或许等一下 我会提到一些 说其实不一定 很多 比较建设性的 激起的 在做对话的 这样的一个 重要工作 甚至在很早以来 就有不少的 宗教团体 或者一些的 宗教学家 各式各方的人 都已经很耐力 在做这样的工作 这个就这样 就这样几个 像这样的一个议题 把它拌联起来 那么我就 根据我所 所顶的 这个大纲 我就这样来 跟各位讲解一下 我想这个还是一个 非常大的一个大纹 不可能说非常仔细 我就这样的讲座 如果你们具体问题的话 请各位等一下 我希望有一点时间 然后我们大家再来 详细的再来讨论 我觉得全球化宗教冲突对话 这是一系列相关的议题 全球化以后 宗教发生的这种状况 这一部分 在前面几天 很多老师都已经提到过了 而冲突好像是在全球化比较一个最明显的特征 那么对话呢 也是在解决冲突的不二法文 至少对我来讲就是 绝对是必要的 如果不对话 你就是对抗 其实我们现在在政治的领域里面 一直提到说 你对话在于对抗 这个其实是从宗教的这个领域里面 所发展出来 然后被很多政治能物 把它拿出去加以运用的 所以对话并确确确是由宗教 团体宗教的很多的那些有心的人 他们所提出来的 所以我认为说 这整个是全部连结在一起的 所以我们就根据这样子 把它当作是一个同样的一个目的 然后我们来思考一下 第一个提到说全球化的内涵与特征 这一部分呢 我们已经有很多老师在谈 所以我只要简单的带过就好 好 在齐文时代以来 西方整个的一个转变 各位都非常的清楚 我们现在其实在讲说 全球化或者是说后现代 严格说起来 这个都是西方那边所引起的 东方有点无辜 基督教之外的其他宗教 说起来是有点无辜 因为这个不是我们所发起的 而是在西方基督教为主的文明 以及在这个基督教世界底下的那些国家 他们所引起的一流串的 我们现在感受到所谓现代化 比如后现代 并且是所谓全球化 我们有一点是被动 被推到了这样的旋逻里面 那么 并且在这样的一个进程当中 如果是居住在 我们这个地方 东方亚洲这边 我们感觉到是一个弱势 并且在依照 我们最近近代的中国历史 我们是受到的一个殖民 所以感受到是一种虚弱 那么这样的一种 最 雾面的最情绪化的一种感受 就是在英国的那个 讲到维言统里面 这个是最明显的 好 你如果要来解决现在中方 这个所谓伊斯兰的问题 你如果不从整个 他们的在最近这几百年来的 那种亲身经历的感受 不解决这样的问题的话 我想整个的冲突是非常难得到 一个正面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是一个西方业 其实是一个殖民的结果 那么跟这个有关的 但是科技发展 那么当然我应该还列出好多了 还有比方说我们提到的资能主义 消费主义 像这些花国公司 这个都是在全球化 从启动时代以来 这样的一波又一波 并且是越来越密集所造成的一种现象 这个是一个我觉得说 在历史的背景上 我们在探讨全球化 是没有办法来跳坡的 那么我跟各位就提示到说 在这之前 大部分都是由社会方面的学者 或是人类学的 那么他们那边所做的 基本上是比较一种 横切面的一种分析 所以比较少考虑到说 整个历史累积的那种后顾 所以在分析 在综合观察的时候 他们比较习惯 把整个画面 当作一种静止的状态 然后在里面看出了 什么样的结构 或者是怎样的一种 所呈现出的一种模式 一种模式 一种模式 所以他们比较少重视到 说整个事情会演变到今天 呈现在你的面前 是好像是一个禁止的实话 其实它背后 好像是一个考古的累积成一样的 不断的这样子的累积到现在 才有这样的情形 那么我们要做的 对于我们做宫教历史 宫教史的 我们就是要好像 再去做考古的工作 一层一层再把它挖掘出来 然后才能够看出来说 其实今天的情形 是以前的豪查的 那是今天所累积的一个结果 所以这个是我们 在我们人文的角度来看的话 你不得不重视这个历史的一个后顾 那么因此在全球化的特征 这个大家也应该都晓得了 就是现代历史 现代性的这个历史 我们讲modern 现代化 现代历史 这个是我们每一个人 包括我刚才提到 我们是弱势的东方亚洲 我们被灌输的这样一个历史 这个本来不是我们很自然 从我们自己的历史经验里面所衍生出来 是别人家住在我们身上 我们好像被迫 去有这样的一个强烈的感受 其他人说 虽然我们的历史很软 但是大家都晓得 理性 就是非常重要 所以五世以来的那种 所调防的这些 我们认为现代的一种核心价值 他的一个基础就是说 你要理性 是不是这样 所以科学进步 特别是进步 这个是从启能以来 认为说人类是一般进步的 那么在宗教研究里面才会衍生说 我们从一个最低等到最高等 因此这个是一个整个人类 人类有一个整合的眼镜的 那样的一个顺序 所以宗教化的最低等宗教 一直到最高等的宗教 所以所谓有一种原始的宗教 有一种叫半年度的宗教 有一种树木崇拜的 就是树木崇拜的宗教 一直到进阶到 多神了 甚至到了最后的一神 那么当时候评出这些的论调的人 但是基督教的人民 当作是一个整个位阶是最高的 一层的眼镜上去 他们站在一个历史的至高点 宗教的意念化了一个最高级的这样的状态 来看起那个宗教 所以有这样的一种情况 所以我们现在一直在做 宗教的对话 或者比较宗教的时候 我们也要想一想说 我们对于宗教的理解 也就是受到在整个理性化 科学进步的整个分为永道之下 我们会接受了这样的一种 所谓宗教的续阶续 或者是高低程度的 这样的一种的安排 这是最后所谓的现代性 的意识里面 会产生像这样的一个情形 另外一种特征 就是在整个的全球化底下 统一跟多元的分化 这是一个又相对立 但是又同时并存的 在前世我们已经讨论过 像连端老师他就讲得非常好 另一方面 他的导师比较少提到 我认为整个所谓的棕色 或者融合的特色 在整个全球化里面 也是相当地读书的 一种叫sympathism 就是sympathism 很多人不喜欢 很多人不喜欢这个名词 但是我们不管你是用什么名词 在描述我们的现象 就是并有一个所谓的传统的宗教 叫做纯的这样的一个东西 就像我们的文化一样 好 我们现在你说吃得比较好 很多人都喜欢某个方面喜欢西点 另一方面你喜欢中餐的方式 或者是怎么样 你用虽然是西餐 但是你用的是用筷子在吃 比较像这样 这个是一个非常俗话的 你可以看得到 而且大家的经验到日常的经验 好多的宗教育是这个样子的 变成了一个说从这个地方哪一个 那个地方哪一个 为了你这个限制需要 你再加一个一个把它整合起来 比如说是有意识的 大部分是没有意识的 像这样一个状况 所以就变成你中留我 我中留你 在整个现阶段的 所谓的全球化的一个世界里面 然后我们都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情形 像这些的特征 我想大家应该是很清楚 那么因此 全球化底下所衍生的一种现象 结果 很多可以发现说有一点张力 那么一般的生存感受 就是有一种不确定 或者被拉扯的这种心情 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感受 就是在刚才所提到说 因为全球化底下有一种统一 可是另一方面呢 你又要争取说你的主体性 这有所谓中央跟地方的一种规定 或者是正统跟异观 那么这个话在宗教的领域里面 特别的你会感受得到 因为新型宗教起来了 那么新型宗教有很多绝大部分的 都是从某一个宗教这样子的衍生出来 所以会变成说那它就是异观 它就是不纯的 或者是它是个宗社主义 底下产生的一个新型宗教 那么被它拿去的 就是说你偷了我的版本 你拿了我的什么 就会用一种一样的 或者是一种轻视的眼光 这会产生一个所谓正统跟异观的 或者是一个普遍跟特殊的 或者是Universal的 或者是Universal的 像这样的一种对立 一种的张力存在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家可以感受到的 某一方面呢 所以说最比较的就是 人会感受到这样的一种不安 是因为你的身份已经变得复杂了 不再是你以前可以认同的 很快地可以指出来的 所以你有一个认同的危机 宗教的功能很多是认同的 这个从土耳干 他们在讲的宗教社会学 我们在前几个讲诗里面 很多老师都提到的 的确是一个认同 它是宗教提供给人的安生命力的 这样的一个基础 当你的基础摇晃的时候 当你还在被拉扯的时候 你就不能够确定说你的身份是什么 所以你会觉得说 到底呢 这个我性能 是不是可以相信呢 我现在是这个样子呢 或者说 另一方面它提出来的也不错 原来可能没有这个新的好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 犹豫犹的 所以这是一个认同的 一个危机 那么这个发生在群体 也发生在个人 这个个月都可以观察得到 所以这个最主要的就是一个界为 怎么样再去重新界定 人 无论是你个人也好 或者是一个群体也好 都需要一种身份认同 而从一个宗教人类学的角度来看 因为你们需要一个界为 非常有名的人类学者 Mary Bogart 他在解释说 人的一个社群 都需要一个明确的界为 所以它可以分 比方说日本人的社会 跟其他不同的种族的社会 呈现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 他们是孽军很强 所以他们可以用语言来规范 所以各位在座总的日文就晓得 你如果是一个外人叫Guysin 你要讲日文的话 他一听就晓得 为什么 因为他那个界为非常清楚 每一个人的一个 给予你的身份 大家上下左右男女 他们都非常清楚 你讲话用什么的话 各位就学理说 K过禁语 对不对 你用了什么样的禁语 你一听的话就晓得 那么他一听到说你讲的对 他就觉得他是外人 他就来一听加一个混音 所以他可以容忍你 但是你们如果是在你们里面的人 你讲过的话 觉得非常失礼 非常失礼 这个是这样的一个 一个 一个团体里面有一个 他这样的阶纹 那么如果这阶纹受到侵害的话 那整个就发生了一个危机 好 他需要一个恐怖的阶纹 非常清楚的明确的 可是在全球化底下 这方面却是一个问题 却是一个问题 界为是一个问题 好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谈到 全球化的宗教的时候 会再提起来 好 好 那么这些是全球化的一个 大式的一个情形 我们在过去几天 很多人在谈这个 所以我就简单不要带过 在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谈说 全球化底下的宗教 宗教的特质 我同是一个宗教研究者的一个立场 我的观察可能跟其他的社会学 或人类学的有点不太一样 我还是非常强调说 对于宗教的理解 你不但是一个观察者 你呢还是需要当作一个内在的一个 你不一定要感受 但是你要对趋近宗教经验者的经验 来论述它的时候 比较能够贴近我们所认知的所谓宗教是什么 因为宗教的主体在于人 没有宗教人 你就不可能产生宗教现象 一个人 一个社群 宗教社群 所产生的 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宗教现象 那个现象本身 很多社会学者的那些人感兴趣 可是对于我们宗教研究者来讲的话 我还是非常的强调说 在这个现象的背后 主体 那个才是我最关键的重点 你现象可以分析 但是你要知道现象的一个来源 这个才是一个重点所在 因此我如果打直地来划分说 你要我怎样来描绘宗教法 我不给你一个定义 定义 定义是相当难的一个事情 但是我们可以做description 做一种描述 而且是一个definition 你要来界定化 往往会出现一些问题 但是我们这样描述之后 是不是大家可以来按照你的经验来说 这个有它的一个实在性在里面 有个宗教的特质 我会从一个比较内容 我觉得宗教是主观的 这在我们要做宗教对话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认知 宗教确实是主观的 没有一个叫做客观的宗教 当你说好 我觉得宗教好 这是代表着一个主观的认定 我觉得那个法师呢 他非常具有魅力 别人不一定这样想 对不对 宗教确一般外面人看说 那个是骗子 骗了那么多人 他被法院宣判无罪的时候 或者在于他审判的时候 外面他的那些的信众 是多少人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来支持他 你出来以后 哪一个人先发现上去 然后那位是外面他被骗的 他说没有啊我没有被骗 你还需要多少 2000万吗 再给你 这个是一个主观的坏人不容自主 那么这一点的话 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 宗教有它的终极性 意思就是说宗教 宗教它有它的一个最根本 也是呢 我们说超越了我们人的 世俗的一个价值的系统之外 你很难用一个可以来取代它的 很多宗教都是这样的 那些的自杀的炸弹客 他为什么是这么严重呢 他如果是说在他的一个生存的最底绩 他认为最终极的那种价值被夥备掉的时候呢 他是绝对不能做仁咒的 宗教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很多人是一辈子为什么还要出家 还要放弃所有人切能够投入 他难道不想着说做一个物质上的好生活 是一个非常诱人的一件事情 他有一个终极 他有一个终极 是不肯替换的 不肯替换的 这个是我觉得说在考虑到宗教的时候 了解像这样的特色的 这个教是很敏感的 就是说你触及到别人 为什么说不能入入 伊斯兰的他们的经典 他们观念中的满末 他不能说你把他叫他漫画化 这样子的 你若是这样的话 他触及到他最细腻的 那种细腻的 最粘朗的那样的东西 这一点的话 为什么说西方说 媒体是自由的 个人的表达是自由的 那是西方的概念 不要忘记 西方是因为在后现代化里面 可以强调这种个人 跟在一般宗教团体里面的 那种感受是完全不一样 所以西方的常用到 这个不同的 像伊斯兰世界的时候 为什么会碰壁 遭遇到这么困难 就是他们不理解说 人家那样子感受到 最细腻 最根本去触碰的那种东西 这一点的话 我们在考虑到宗教的特色 从它们内面上来讲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所以宗教因为这样 还有这样的 我们一般认识是 这样的特色里面 它有一个权威性 其实跟前面的几个特色是相关的 对权威 就是因为它在这个里面 它感觉到 这个有一种力量 能够加在它身上 所以对团体的认同 团体对它有一个权威 对借律的遵守 借律对它是一个权威 对一个宗教领导人的尊敬 因为那一个人对它有权威 这种权威中心 你就把它看得见 你很难量化 你可以感受出来 你可以感受出来 这个是一个宗教内在的 主观的 我刚才提到 这几个敏感的权威 这是一个宗教的信仰者 他能够感受到 但是你在背后你在外面 你很难把它量化 或者说除退 就说这只是一个现象 那么那个强度多少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的 很奥目的一个事情 你要进到它里面 接近那个信仰者 你才有办法 来感受到这些的客圣 所以另一方面 宗教呢 客圣里面 我又把它封为说有万言 在团圆上的话 宗教客圣有时候神圣跟世俗 就是时常大家都在谈的 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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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所有宗教学者都提到 像这样的事情 但是 在这个地方 这个呢 倒是可以 一般可以稍微完成到 好 我们看到了一个最 特别的 比方说我们都接到清真寺去 他神圣的事故 他是用一个清真寺的 这样一个建筑物来表达 所以呢 他会 你一进去的时候呢 你刚说到他们呢 在那个地方要清倒层 那个地方你鞋子要脱下来 一脱下来就代表就是说 你的鞋子本色是像 这是事实 对不对 所以你进到里面 你要搞到的话呢 你要脱鞋 要脱鞋 那么呢 他跟我们解释的 这个 马教掌 他跟我们解释的 小镜跟大镜 这是神圣的事实 所以你当过一个餐观察 怎么可以看出来 这个水龙头是干嘛的 那么在厕所里面 那些的设备是干嘛的 你看看出来 他是了解他的一种概念 就是这个捷径的一种概念 刚才提到的一个 Mary Douglas 他对一本书非常好 这个捷径危险 Purity and danger 你呢 这个是一个 捷径是一种概念 你呢 突破 或者说 这个在浸道里面 是一个捷径 出到外面 是一个事情 他必须有这样的一个挥法 能够顺利他 一个神圣的时间 这个空间 是这样的一种概念 所以每次呢 五次的祷告 就是呢 在你世俗的时间里面 把你的切断 切断 切断 说这个地方 推到这个地方 对不起 你什么要放下来 去做祷告 对这个地方 是一个神圣的时间 然后呢 在祷告的时候呢 再进到这个青森室里面 因为你在那边祷告的话 你做到的一个服务器 是动股 好几十倍的 所以当然进到里面 那个是一个神圣的 一种空间 这个有事 所以呢 这个呢 它在祖方的一种认知里面呢 你可以 你可以客方的外在 可以翻查到 但是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 大概今天是所有的 宗调 就好将你去胜家 他说你前面的那个 可以进去 但是对不起那个 最前面的 整个的 你会核心的 你也可以讲成一个仪式活动 对中心的认识 你一般 他说抱歉 你一定要不要 不要去 对这样的一种呢 你这样也是相当重要的 很多东西 就是呢 他侵犯了那种神圣的一个空间 好多我们觉得这个仪式太多了 用神圣的空间被侵犯以后 就处理到你 这个敏感 对神圣的东西 然后呢 整个冲突就爆发出来 所以我们对这些东西要 要非常有理解的 第一方面呢 这部教一定有它的文化性 一定有文化性 我们在介绍很多的世界宗教 看起来都有它的核心 没有错 我们还是以伊斯兰为例 我们可以讲说 这个伊斯兰呢 有它的特征 可以像他们所的这个理工 也有信 这个最基本的 好 那么呢 那佛教里面也提到 很多是圣地啊 八圣号啊 像这些十二年元啊 这些原始的佛教里面 来图出这个宗教 传统里面的学习信仰 这个或许有它的图片性 但是不要忘记 整个宗教的表达 我们刚才讲说 它有这个特性是很抽象的 表达呢 显现出来的宗教现象 一定是一个文化界定 一定是文化界定 你让它表达你那种宗教情绪 一定是透过特殊的当地的语言 当地的语言 再把它转化 配合你当地人的生活的习惯 把它表达出来 所以呈现说 同样的宗教 却是一个许化八能 所以你在谈这个伊斯兰 你大概不会认为说 萨尔比阿拉伯的伊斯兰信仰 跟马来西亚 昨天他用仪教做讲的 那种会一样吗 他觉得是不一样 所以族群不一样 你用的语言不一样 不过萨尼斯兰斯又比较特殊 他们的经典的不可翻译性 所有的仪式上 都觉得有可能 我们应该掀起了神圣的神明 就好像非常传统的 很惊讶的犹太教 他们那里说西伯拉里不可翻译 所以你把它翻译成了 什么中文的旧耶 什么什么 他们那里是诗真 可是基督教的话就不一样了 基督教他最重要要传递的是里面的那一行 那个精神 可是这个经典本身可以翻译 所以基督教的圣经是全世界所有宗教的理念 翻译的版本是最多的 一两千种不同的翻译 可是每翻译式就表示它被全世界做一次 然后整个差异性就来了 所以为什么所有的宗教里面 如果要我来做一个比较的话 我也讲说基督教是最文型的 因为再加上个人可以直接来诠释这个经典 翻译的不同版本呢 你就用当地的传统的那种概念 来理解这个经典 理解这个教育 所以会呈现非常非常多元 这个就是刚才说 尤其在这个全球化 这种外在应付的重点底下 因为变成了说 有一个叫做同样的经典 可是呈现很多地方的不同的特色 所以会产生一个叫中央跟地方的差距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 所以这些都是一个很重要的 从一个宗教的外面上来讲的 文化的特性 是一个绝对对对 会导致让特殊这个地方的信仰 他的经验呈现一个特殊性 如果在不同的人的经验不一样的时候 你再怎么样的要互动 就产生了很复杂的因素 这个从没有办法运到像这样的情形 那么从外面上来讲 我还列这个一个就是说 宗教有他的工具跟包容 这个也是跟前面都极其相关的 宗教一定要有一个包容性 特别是世界宗教 否则你没办法传 问题是你要包容到什么程度 天主教说我们祭祖可以接受 昨天那位先生一直在强调 说他跟中华文化是多么可以巧妙的结合在一起 我们在这个新兼宫 他们也特别的强调 说这个他不用那样的一般民属的信仰 他们要提到自己的位阶 所以要很多说我们所有的 这个教宗教教的这种宗教解密的 这个是 常常的儒家有一个核心价值 我们呢 这是一样的 我们念经典 民间宗教一般不念经典 我们在这一般念经典 像这样的话呢 才表示就是说 他呢有所包容 他到了一个地方的时候呢 他要来吸取这些 让更多人能够进入到里面 可是反过来讲呢 宗教一定有他的呼吸性 如果宗教都没有呼吸性的话 你就垮掉了 因为呢里面有一个界尾 这边叫佛心的一个地方 就是呢 他来设定一个界尾 这个界尾呢 当然呢 有很多是很详细 有的很模糊 有的很宽 但是有的很窄 但是一定要一个界尾 人面有一个界尾的话 就是没有一个身份的认同 就不存在了 那就不存在了 好 整个社会都不怎样 各种的话 以一个宗教为主子的一个团体 更是需要一个界尾 而这个界尾本身就是来提醒我们说 他有他的局限 他有他的局限 就是说他怎么在这样子 所以他一方面要吸引人的时候 他希望更多人能够进来的时候 他有能打开一点点 多开门 好 可是这一方面呢 他要呈现出他自己的特色的时候 他们呢 要稍微要关紧一点 这个就是他的这样的一个 有一种说封闭跟包容 这样的一个 每一个宗教就有 每一个宗教就有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 这个我们现在的一个部长 就在这个地方 有些宗教问题都在 就是说你愿意开放到什么程度 所以越部的现代化全球化 对于说每一个宗教都一定 没有一个宗教 就绝对是完全的逆风 不可能 你一定过不过少 问题是程度的问题 好 这个是我们对宗教的一个客族认识 然后把它对照在整个我们现代的 全球的漫游里面 我们知道说有这样的一个客旨 那么 在今天全球化的一个宗教 它呢 有它的一些困境 第一个神圣世俗界的混淆 这个已经解释这个问题 呈现我们所观察到的有几个现象 我们传统的宗教 一直到了全球化的这种脉路以下 它有它的 它刚才提到认同的一个危机 那么 因此 你在同样一个宗教团体里面 你可以发现有些是被认为是好像 叫做比较开明的分子吧 或者是说比较自由主义者 或者是这样子 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样子的一个名词 另外一些可能是比较保守 或者比较顽固的 不管你是用什么名词 每一个人认同就有不同 每一个都有不同的认知 在这样的环境底下 你可以发现所有的宗教团体里面 都有人会主张说 遇到这种写行的话 我们应该怎么样要适应现代化 所以我们某的地方应该可以调整 另外一件就是说 你这种是被判的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传统就是因为有什么 然后我们才维持到现在 你如果是这样做的话 等于是出卖违背了我们的一个 我们的一个革新价值 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分析 现在的传统的宗教 特别是世界宗教 你可以发现说 因为这种认知的不一样 会产生了许许多多的一个分析的状况 好 那么因为是 所以产生的在两个 你可以发现就是在全球化理想 一般大的宗教 或者一个宗教传统里面 或一个宗教团体里面 比较保守的那些信仰的 很有浓厚的出口感 现在很多人感觉我们很爱 你如果仔细观察 你去那个地方 他很喜欢他的信仰 他觉得这个是他安生利益的一个根据 可是他觉得有点说非常比较 这位小姑娘 美国有一个文化里面的东西 他那个爱尔堂的婚姻 所以是信仰 天主教 而天主教 在那个地方有许多非常很不离堂皇的那种 这个教堂 现在问题是在于就是说 这个教堂根本很少不去 现在上教堂的人真的是太少 而且去的话就是见到人家 所以那个地方是要卖教堂 卖教堂 天主教卖得更起劲 因为再加上他们很多所谓性丑人 那些的神父 所以你发了问题 所以更是没有人愿意上教堂 所以一个木打的这样的一个大教堂 里面没有几个人 他们维持不辖区 所以要把他们卖掉 把他卖掉 那么有一些的 这个我们说中心的 或者是一个传统的天主教堂 他们心里那种感伤 真的你也会很很奇 这个老太太的老先生 然后就说习惯 礼拜天就去做礼拜天 那都没有人 然后呢 他们会讲 现在年轻人不然 现在年轻人不然 他就维持的价位都要找官门而卖 不过那个价格都不得了 因为你不能派掉的价格 这是上百年了 然后就好像是一个 一个文物馆式的那样 他一般人也蛮不齐 所以就是这样闲置在那个地方 你如果那边投资的话 可以去去把它买下来 是 第一方面呢 很多人认为说 我们要适应这个现代化 适应这个全球化 那么呢 对传统的做法 保守的做法很不原来 这种人呢 很容易就是在练义新的宗教 所以我们现在好多的 所谓新兴宗教运动 新兴宗教现象 都是从旧的这些传统里面 在分裂衍生出来的 所有的新兴宗教没有一个是新的 因为你所有 你说你在新在有创意 我们可以找到说 你的每一个的所有的创意 都是由它的来源 都是一个历史的产物 没有一个宗教叫做新兴宗教的 我们只能说 那个所谓新兴宗教是同一个宗教 这样提出的 你可以 这个是绝对的 因为这很简单 所有的这个宗教 都经过特殊的一种文化语言 来做表达 有一种象征骨码这样的地方 不可能说你讲一个 完全大家不晓得的 要用人家来相信你的 这就是很确实的 你一定是要用大家部分熟悉 部分有一种兴起 这样把它结合起来 你才可以给你卖点 这一定是这样 所有新兴宗教都是这样一个新军 最后在现在当代的宗教 会变成说 你传统的比较老的宗教 你很难来有这样的活力再持续下去 然后我们比较有活力的都是因为 新兴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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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方面的 好 所以呢 这个也配合了很多 很多 这个市场概念 我们在总监已经提到过 我们有提到宗教市场 虽然我个人是非常不喜欢这样的东西 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说 宗教既然是人最敏感 并且是一个终极的关怀的内容东西 却把它放在可以标价的市场的价值上面的话 你会觉得这是一个 对信仰者来讲是请何以看 如果是一个真正的 你把宗教当作有的真的是一个价值 真正的是一个超越的价值 我们英文讲说 这个非常有价值叫做valuable valuable 所以 无价值宝叫invaluable 是不可用有价值的 再去衡量它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么你如果是可以把它放在市场上 来标价来贩售的话 那个就不是什么价值 所以这个用现代的观念 比如说要有一个宗教市场的话 对我们做宗教研究 并且我刚才提到 帮助到信仰者本身的感受 你那样的角度去看的话 这是有点泄似的 有点泄似 但是我刚才提到过 我们现在我们现代化全球化底下 就把这个也当作一个价值来看待 这个是我们做宗教研究 可能跟那些社会学者 他们在观察非常不一样的东西 不过这个是我们说 就现象本身来看 如果是这样的话 确实好像会产生这样的情形 这个也表示说 宗教发展到今天 他遇到一个困论 宗教一定要把它标签 要把它标价化 要这样做 或者到时候很难 那么 所以很多人因为这样的情况底下 都会产生很多说 那我们用什么方法 即使用know how 把这个产品推动去去 对不对 那问题就是我刚才提到过 它的内障的困论说 当你把它当作产品推销出去 是好像在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到它的时候 那个就已经别什么价值了 那个本身就不一定的价值 所以这样的东西 你或是全部的全然要投下去的东西 竟然可以用几十万 比如说这个 我们现在来讲是很高的价位 你如果买得到的话 你觉得说那个东西还是有限的 也可能不能够满足你内心真正的需求 这个就是一个困论的地方 知道吗 这个是我们宗教会发展到今天 在全球化底下 它很无可奈何的 有一种情话 所以大家要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追逐的东西 发现到这个时候 真的不是你内心真的想要的 那个还不够 但是在整个大的一个环境里 你又觉得说没有办法突破 在这种情况底下 很多 也是我们在讲宗教冲突里面 最会来触发 会去引发这个宗教传 这个冲突的最根本的 那个就是我们叫做基要派 或者基要主义 或者原教族主义 叫Pandamentals 它的一个信息 我个人对于 所以所谓的基要派 或原教族主义 原教族主义 原教旨主义 如果是抱着很深刻 很深刻很深刻 很多人认为说 怎么会这么激进呢 那现在这个是顽固的话 为什么觉得是很料理 你从一个宗教史的一个演变来看的话 你可以发现就是说 所有的宗教之所以能够维持下去 其实这些的基要派 构建是最大的 因为宗教能够这样演变几千年 特别是那些历史悠久的宗教 您看是靠着什么 就是靠着有一些人 让你们看不起人 用我们理性进步的眼光来看 批评的那些说基要派 其实都是千百年来 都是这些人在维新的 因为一个宗教会不断 随着时代会能变得没错 但是它的核心价值一定是有比群人 它坚持说 我们要把它维持下去 维持下去了很多种方法 比如说这个精品 你就是不能更改 古兰金是这个样子 那种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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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他们要成立这个 有太教的学校 就有训法 有训法的话 你进去的话 我们看那个影片 有没有第一个那个影片 打个小孩子 就在那边要不忘了 在那边 就是 整个要内化 要内化 这些人说也是很教派 你看那么小话 被训练那个 你会觉得说这个小孩子 你看那么小就很难打交道 可是另一方面的话呢 犹太的经典 犹太的传统 没有这种经典的学校的话 犹太人现在根本没有出 根本没有出 这个是达比犹太教 Levinic and Julieson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种意义 突然是学习了这样的 投下去 就是这些的所谓基要派 在那些地方称着 我说今天没有说 犹太教的东西 因为没有圣殿 没有这个圣殿 只能抱着他的经典 他的头要到处走 然后我让他用内化 小时候就被训练到里面 那这样的话 跟特宗教才能够维持下去 不管怎样 这些的基要派 他们感受到的 这种全球化 以及现代化 那种违思 违基意识 是非常非常的强 因为他们是认为说 整个外战 我刚才提到过说变化 相对化了他们的绝对信仰 所以有一种违基感 特别深刻 而外战 这个界围变得越模糊 那个整个底基 他们认为说已经被摇晃了 所以他们会寻找 什么样是基要 一支 你外在的一直摇晃 他们会略是把 那种好像救生圈 略是紧紧的把它把握住 当然基要派 你可以来批评他们 因为他们认为说 整个最为基要的 最根本的 应该不是现代 是以前 这你可以看基要派的一个做法 就是回缩 回缩 要回缩到以前 都有一种过去有种美好的时代 什么样子 那个时候的信仰不受污染 他们是这样说 不受污染 那么那个是最纯的 最纯的 那么那个是宗教信仰的精华 他们喜欢用这些字 最原始 最纯 最纯 最精华 当然事实上我们知道 历史的点变 可能跟其 有一半的他们 跟他们所想感到相反 因为没有一个精华 没有一个教徒 所有的宗教不能说 给你们 什么时候 那个是最灿烂 最精华的一个时代 我个人从宗教室的一个角度来看 是很难共同这样的 因为事实上 课上没有一个教宗教室 所以那就是要跳过整个 现代以及中间那一段 然后退到 2000 3000年前 那个才是 最后他们有一种抽离的一个实况 然后在一种行商的世界里面 所以他们的力气也相当大的 你知道吗 他们运用高度的想象力 一种很坚强的意志 然后活在一个 纯的一个想象世界里面 你看那样的一个理屈 是多么辛苦啊 但我们是说 这是很廖和的一件事情 因为以前他们是靠这样的维持 我刚才提到说 这是肯定他们的价值 可是另外没有发现 就是说他们无理所在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没有那种东西 没有那种东西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 很多他们这些所谓基要派的努力 他们不断的要在一方面说 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传统主信仰 我认为是最重要的这些东西 在经典教义 是需要重新来诠释呢 他们有时候 他们也不是不晓得说 以前的他信仰的 他几百年千年的这种传统 他们一直守得到现代 是需要重新诠释 这个在很多很多宗教团众里面 特别是那些的信仰基因分属 他们都是做这样的努力 你妈要 那你就要重新诠释 而诠释又不能够背离 他们的传统认为最重要的 那样的一个教育跟信仰 那可是呢 你呢 也不能够说太多自由化的这样 然后否则又会被认为说 你违反了你的一个个人的信仰 那你就是异教 或者是异端 像这样 所以他们呢 在这个情况下 你可以看出来 他能够运作的那个空间呢 也可以很有限 这种一样的缩感 就带着 让他更苦闷 所以又是产生的 基要派里面的激化的这种行动 这个都是有他内在的一种的因素在里面 那么内在的话呢 当然就是等一下会提到的几个例子 这个尤其政治的介入 这个是一个最明显的 那么我们呢 可以来看几个例子 我在第二页的讲纲里面都提到了一些 这些的例子呢 我没有办法一个一个很详细 我只是提出 说有这样 有些例子我们在影片里特别看到 几个那个 那我呢 用这些来酷刑一下说 宗教的冲突 很多都是从这些所谓的基要派 或者原教族主义 他们所 这个 也可以讲说 你不客气的话 所谓的麻烦的一个制造者 或许是这样子 可是另一方面 我刚才提了说 他们的困境 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内在他们信仰的主观的感受里面 有一种通信式的理解 那么在这个地方提到的是有几个 那么 犹太教方面 我很简单的来讲一下 这个犹太教的一点点呢 大概也是从起零时代开始以来 他们一个犹太教里面 他们叫做哈斯卡拉 就是Enlightenment 哈斯卡拉 从那个时候开始来 他们一当中现代化 很多的里面 犹太教里面 他们就在那个地方说 我们到底是要来选择说 保护着传统 然后呢 也面对进步的外在世界 然后把两个综合起来 这样好不好 这看起来我们认为说 这个应该算是最伪 应该中道的吧 这些呢 是属于一种呢 其实在犹太教里面 它叫保守派 不叫改革派 改革派是说 我们呢 就不要 这么的持组 以前的所谓 犹太种族 犹太文化 犹太信仰 把它呢 三个 我们到今天的 有一个 我们一直要谈到 Nation States 国家 国族主义的时候呢 我们把它分开来看 那我犹太人 这种族 我居住在荷兰 我是荷兰籍的犹太人 可是呢 我呢 不一定是犹太教的 那么我呢 就这样子 你说我犹太人 我不反对 我没有否认 但是呢 我呢不一定是犹太教的信仰者 所以我只要说 哎 这样子的话 我才能顺利 至少为了民族的一个延续 我这样才有办法 那你如果看一下 犹太人的这个例子 你就可以想 好 他们就是因为呢 在好多被屠杀被逼过的过程里面 他们认为说 这个样的选择 至少可以将你的民族 保育肉 把持下去 那另一方面 他们的游戏院 大概是很批判 就是传统那些拉比的 传的这个犹太宗教 是太过实物化了 那么那一点呢 一点都没有办法 来应付这个理性进步的 这种现代潮流 所以呢 这些人呢 成为叫改革派 另外一种呢 叫做正统派 正统派可以讲 就是说最最保守的 他们认为说不行 我们呢就是 这个才是最重要 就是呢 我们的核心 犹太人呢 你看经历了几千年 之所以呢 没有消灭掉 就是因为有宗教信仰 所以不管怎么样呢 我们有所谓的 那种 我们中国团队就是 中学为体 那个体 有那个体 把它导入出的话 就不怕外在的南京 是什么变化 所以你在影片里面 看到像这样 带着高毛纸 就是留着两冰的灰色 那么我们在洪梅里面 有看到 他们有在枯枪里面 在那地方宋金 这些呢 基本上都是一些 我们所谓 对正统派的 这些不太人 他们这些人的问题 就是我刚刚提到 就是说 怎么样来在犹太的传统里面 将种族、宗教、文化 做一个 做一个 必要的一个调整 那么 这个是对付外面 外在的政治 跟社会历史的一个演变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你如果仔细去读 犹太教 特别是近代犹太教的一个发展 原则上 都是在这几个领域里面打转 犹太人是不是一定要是犹太教 这样这样 好 那我们再介绍犹太教 这个谁 直接是在 可能没有 我想到我在别人地方讲过 所以我都没说 没有 我讲过你们该知道 犹太 犹太人 今天的犹太人 绝对不是犹太教的 这个我们要知道一下 因为他们就选择说 现代化、全球化底下 你不要这样子的 要直守你的犹太信仰 那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很不容易做得到 就你看很多犹太人 都不懂西国来文 他也呢 比方说今天纵然在以色列 他是一个很先进的一个现代化国家 那么大部分人都 都不是像这样子 这些是 我们说是蛮能力的 在政治上 他们也成为关键的少数 但是绝大部分人都很理性 他会觉得说跟巴勒斯塔门共存 有什么不好呢 有什么不好 所以他们呢 很多在那辩论 他们认为说 这样是才能污辱 一个生活的必要 所以连在武士林本身 绝大部分都不这样 所以开灵派 我遇到一些人 是有很多朋友 他们 很多人 他们对这样的一个情况 就是有些极端的 他们也很害怕 那些知识论者很多 说有办法 他要引你脑里过去 因为他受不了 受不了 所以 有这样的情形 就是他是犹太人 不一定就是 贊成这种犹太宗教 是有这样子的 那么 这个种族宗教 他们需要说 把它分开来 当然犹太人 他不信犹太宗教 但是犹太人的习俗 还是会受到影响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哪里 不要去哪里 因为这个宗教 在原来 他是整个是三合一的 可是到同情人时代以来 就慢慢分开来 变三个不同的领域 那么 这个同样 这种情形 其实我们把它 来想 伊斯兰的话 也是同样的情形 伊斯兰刚开始的那个 Win 伊斯兰的社群 他们本来也是一样 他们的信仰 生活 各方面种族 所合在一起 这种概念的持续都非常久 到了现代的时候 今天的全球化 要他们分开来谈的时候 很多人没有把他们接触 因为他们的世界观 就是说 这个整个是盘盖 他生活的全部 你现在在现代外 封攻 封攻 并且是分类 分担愁 所谓departmentalization 你越来越把它细致化的时候 他总是被抽离 被分裂 他受不了 他要把他整个合起来谈 所以西方的概念是强迫 他说你要把它分开来谈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 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土耳其他越很喜欢的世界 这个西方的这种民主方式 什么什么 他们要分开的时候 他本身内部的那些宗教的一些积极问题 就反对土耳其政府 所以土耳其这种民主国家 会加入北约北约的东西 你根本不一样 然后在他们的阿拉伯世界 法律伊斯兰世界里面 他要加入在里面 人家会对他很嫌弃 所以你这种政体的根本不是我们传统的阿拉伯尔的那种 你又不一样 当然两边不是人 那我想就是这样子的 就说这个整个他的种族 宗教 文化 你怎样来做一个必要协调 这个犹太教士这个样子 他面临这样的问题 那么 他们现在 我只是讲现在 目前在以色列 整个 因为从习安运动 之后 习安运动是19世纪末开始 一直到1948年 他们成为以色列国家 本来就是要用犹太人建国运动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犹太人都很支持 不对 他们认为说 这种导世俗运动 就是因为他的信仰不坚 你不能够看望里赛亚来 亲自来替你做 所以表示你对这个宗教信念 已经破灭了 这种是俗话的人 非常有意思的 对不对 我们说这个不是替犹太人自己做事吗 可是犹太人甚至 就是那些所谓 pondamentalist 他们很不隐情 他们认为说 整个的 一个犹太人 犹太宗教 犹太最大的表现是 恢复到他们大卫王朝 那种归王的时代 好 那个是圣经里面记载的 那么另一个话 是由神来主动来导引 而不是说尤里的世俗的人 根本对宗教都不以为然 受到西方的国主主义的 国家主义的影响 然后出来要来建构 用人的手来建构 那么因此他们非常不喜欢 那么有些的 你只比较说哈斯蒂尔 就是刚才看到那几个黑衣穿衣服 基本上像这些是哈斯蒂尔 好 那么这些人 他们是一个给了好的 一个我们说话的 Mentalist的一个代表 好 那么这些另外 在以色列政府里面 你这些政府对这些也非常疯狂 这些人认为是宗教最傻 他们保持傻 而且一般世俗的 没有宗教的这些犹太人 他们更不可以跟他们通婚 而这批人当然是少数 他们只找自己的人通婚 可是进京结婚的结果怎么样 那个基因都有问题 而且他们没有节育习惯 没有那种概念 你认为说不可 就是上帝室 最后生下小孩很多都是 喝流口水 然后这些的问题 变成一个很大的困难 就是因为进行同婚 或是你的小兄弟姐妹 这样结婚 都是这样子 这个是另外一个 给以色列政府里面 很大的合同的一个 那么另外呢 像说 所以我提到有的宗姓教团 不选民 不选民 他们呢 这些人是绝对相信说 整个以色列这块全部的地方 圣地 土地 人民 宗教 文化 是全部合在一起 还加上土地 所以绝对不能够退让给巴勒斯坦人 所以呢 这批人呢 就是再怎么样 都不能够不愿退出这个 这个加上土地 像这样的 绝对不能够放弃 就要打到底 像这样的 好 所以这样的一种的情况 由因为现代化 之后演变到了喜安运动 建国运动 一直到现代 你可以看出来 用这个例子来表达说 在这个宗教团工里面 他内在的一种整个界围 在寻找 他一个最核心的地方 那么这批人呢 都外在的很多人的一个转变 所以他对照之下 显得真是一个无路 所以这些呢 是在今天的 这个俄太教里面的一个例子 第二个我要提到的是基督教 基督教的例子 我们会认为说 基督教是西方的主要的文明 可是整个的发展 比今天现在是很不一样的 各位一直提到 前几次的演讲 至少有两位老师都提到 Steven Jenkins 下一个基督王国 里面所提到整个基督教内部 在世界的基督教 重心的转移 从南北半球到南半球 从第一世界到三世界下 这样的转移 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潮流底下 美国的特别是美国中南部 特别是南部那一块大的区域 那个是一个 在美国方面叫做 Bible Belt 叫做圣经代 它好像是一个代 就是说 那个在什么 比如说 密西西比 阿坎莎斯 还有一些 南部那是大洲 大部分是美南进信会的信徒 最大的一个教派 那些他们面对像这样一个情形 就是说美国是基督的 对他们的 那个是中部 中南那一块 好像一个带一样 他说那个是一个圣经带 因为你去那个地方 绝对你 你会很惊讶 礼拜天早上的时候 很多的小镇 中一敲的时候 很多人就西装底土 然后到教堂里面去 那么那个地方有人讲说 你可以看出来是美国移民之初的 那样的一个传统还保留 我们现在一般到美国 都是不是东岸就西洋 不是洛杉矶去纽约 这个好像感觉是我们台北的另外的两个城市 是姐妹城市这样 很多人都是去那个地方 真的 我是来讲说台北人 对他讲城市的熟悉程度 你什么嘉义 民族 那边也有人知道那个在什么地方 他也很狐狐献说去那个地方 但是内内那个 可是很少人跑到中部去 但是你要看最原始原位的美国的清教徒 或者是美国的所谓前程的基督徒的话 你应该到中西部那个地方去 那个地方你可以看出来 那种的保守的程度 真的是非常的让你很惊讶 让你很惊讶 可是另外又觉得很纯土 治安特别的好 那个地方真的你一去的话 你感受到小镇的温馨 是那样的一个地方 那么他们也是在美国更是一个科技民主 然后相较我们认为说最先进的一个国家里面 你看这批人在那种大环境里面 他怎么样要寻找他 保持他的核心价值 他宗教性的核心价值 这个就是一个非常有趣的 很多人不这样做这样的研究 所以在政治上 他们认为说 我们应该把它结合起来 我们这一边的保守人要把它结合起来 他们跟以色列犯派人的保守部不一样 很多以色列的那些保守分子 我们根本不加入政治 因为加入政治代表你是俗话 政治本身就是事实 是在肮脏的 可是在美国的话 刚刚好想法 美国的话 他们认为说 你就是要影响这个政治 要影响政治 所以变成了所谓报的大多数 这个大多小的是 那个Berry 那个Berry Jill Pover 还有一些 那个Robert Patterson 他们推选出来的竞选总统 像这样子 那么那些的所谓道德或道路 会用他们的所谓联教的信仰 要把它推到美国的社会里面 所以那些比方说 进化论和创造论 他们说教育的这个领域 就学校里面呢 你不能只教说进化论 而不教创造论 这个大多的信念 那么这样的一个辩论 还有比方躲开 他们绝对想要躲开 他们如果生命的主权在上帝 人呢不能够把他呢 把飞机盘把它去除掉 所以你很难想象说 在一个剁开的诊所外面呢 他们那些也就在那边要把手 如果那个医生呢 站在那地方 被他们抓到就抓到多难 他们就只杀了你 政府不下手的话呢 他们要执行正义 甚至开枪 开枪 他们开枪的 真的是开枪 在这个案子已经发生很多了 他们就是对那个剁拆诊所 这个创业的地方就是开枪 认为说这个是那个 他们认为说 这个是正义的一个主动 如果不这样做的话呢 不阻止那个杀人的人的话 你让更多被他杀死 是这样的 那在台湾我们是觉得不可思议 也不可思议 在美国 人数虽然说不是很多 他力量很大 因为他们有他自己 所谓最可 最先进的那种宣传 有他的一个论坛所在 有他一定的影响力 所以很多的那些议员 什么都要买他们的仗 买他们的仗 这个事实在经教里面 是一个很特别 但是第一方面的 在美国那里面看到 那么伊斯兰的话 我想 我不要按照一个这样的模式 实践会不够 我只能举一个 就是说在 昨天因为 这几个我们都看到 伊斯兰有意思呢 特别多 那么我才原理老师 也跟我们讲了一些 那么在 整个说起来 迅尼派跟实业派 都有原教族主义 这是绝对的 任何宗教 任何派别里面 都有那些的 最保守 最顽固的 比如说实业派 就特别的激进 不是这个样子 不过实业派 实业派 他有他的形成的一个 历史厌院 不太晓得 那个整个实业派 他特别是从 阿里那一个 那一个 系里面 他所衍生出来 特别阿里 是乌尔默德的 他的 这个 这个三营洞 他的女婿 然后 他后来 被选为 这个 继承人 可是呢 虽然是这个样子 他的最后是出走 所以实业派的意思 就等于说是 separatist 就是呢 是孙尼派的意思 然后孙尼派意思就是呢 守原来的传统 习俗的 因为是孙尼 孙尼 所以孙尼 原来的 这个习俗的那一派 那这一派呢 因为他们特殊的 一个历史经验 特别是 Hussein 这个 本阿里 就是阿里的 那个 儿子 然后呢 他呢 在一次的战役里面呢 被杀死 那么杀死以后呢 就变成这个 初左派 实验派里面 把他当作是 第一个 最重要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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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的领导人 那么 他们呢 传了12个 以后 制成一个 很特殊的一种神学教育 在第12个 就消失掉了 他们认为说 他是明赛兰 伊斯坦教里面 有明赛兰 就是特别是从他这个 实验派里面出来 因此呢 实验派里面有一个特色 因为呢 他们有一种 陌世观 有陌世思想 所以呢 在很多受到高压的时候呢 他们呢 会有两种反应 一种是呢 忍耐 等候 然后他们认为说 最后的那个 营茂 他呢 会 变成米赛亚 他会回来 所以能拯救他们 第二个是一种说 他们等不及底下 会述出一种行动 然后呢 会有一些的 弱势的神学 比方说 你死了以后呢 会上天堂 昨天我们在清泽室里面呢 他们提到说 哎 这个佛友只会散伐 这样 他们在这个教派里面 特别把它凸显出来 有散伐 这一次呢 就上天堂 这个没有问题 所以就这样的情况底下呢 更能合理化 或者鼓励呢 他们这种激进的 那样的一个行为 所以在现代 无论是在说 伊朗 我们知道伊朗呢 最主要是什叶派 什叶派的人是比较少 比逊尼派少 可是呢 什叶派呢 在伊朗呢 他是绝大多数 可是什叶派在伊朗 伊朗海山是一个 他是杀人是不手软 但是他是遜尼派 他杀人呢 确实是什叶派 那因为这样什叶派 少数的什叶派在伊朗 跟在多数的伊朗那边 他们在精神 宗教信仰上是互通的 所以因为这样会两立战争 也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 宗教信仰的一个部属的关系 宗教信仰的一个部属的关系 好 好像在伊朗那边 他说伊朗呢 来攻打伊拉克 是因为他想一想说 因为我们的什叶派 被俊仰派 在伊拉克那个地方被欺负 所以他们这样打 是因为这样打起来的 那么也是因为有他特殊的 这种历史渊源的什叶派 所以他们在伊朗跟伊拉克一样 这个国家里面的那种激进的行动 就会凸显了我们现在了解说 这个他们的非常激进啊 非常的怎么样 我提出这个就是要说 他们每一个的伊斯兰 跟其他国宗教一样 他们都有他特殊的一个历史的边缘 才会产生像这样的情形 那么对于整个那种 比方说他们伊斯兰法的一个认识 怎么样恢复到最原初 才能够得过他们伊斯兰的想要 那个法的一种概念 一种理想状态 也是这一派的一个积极在追求的 是这样 所以这个是在伊斯兰的目前 我们比较看到一个特殊的一个例子 印度教呢 我们这个也稍微提到过 印度教呢 很多的激进分子是原自明 我们的很多这个最近的 特别我呢在昨天 华老师提到说伊斯兰 那个印度教徒跟伊斯兰教徒 当然他还提到说 尤其在这个印度的西北部 那个像瓦加斯坦 或者鲁加拉塔 那个省份 那个很多那个地方 这个西特教徒 跟印度教徒充服这一类的 但是现在呢我感觉 最主要还是呢从英国的殖民 这个印度开始 印度的知识分子开始来思想说 我们被殖民 我们要保持我们的印度文化 我们的宗教信仰 所以呢在这样的一个 两个外在跟内在 在传统跟现代之间 怎么样取得一个叫做印度的东西 那个叫做好像叫做 Kindleness 英文叫Kindleness 他们在用他们话叫Kinduma 这个就一属印度 我们说Chineseness 我们现在在台湾的主体 就是Taiwaneseness 属于那种说 我们把这个主体的内在的那个东西什么 然后呢这个印度教很多 很多制度是从19世纪开始 就能追求 那么好多的像这个 这个雅丽安会 雅丽安会 这个 这个 对那个 阿维亚三 雅丽安社 这个 一直到现在都还会存在 他们这样的一个活动 都一直在不断的 一直在寻找说怎么样 界定我们自己属于印度的 像这样的 那么印度呢 像这样的一个 国家 他因为 种族虽然都是印度人 但是因为信仰的 不一样 被切割成很多 甚至国家都被分裂掉 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像这样子的 他们呢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很奇怪 印度 教徒本来是占了80% 印度人的80% 却产生了危机感 大多数的危机感 这是很奇怪的一个 一个 我们说大多数的话 只有一样没有危机感 大多数 确实有危机感 最特别的冲突的地方 都是在印度的西北部 在印度的西北部 特别是跟伊斯兰的一个冲突 那么再加上很多的 现代因为是民主政体的关系 为了要拿选票 最终激化了那种印度人意识 印度教意识 这样子 所以特别我们提到像EJP 那个印度人民党 这个就是一个 你在看他们影片 那非常可怕 我那个整个竞选的那些政客 他们的散动性非常有看 他事长在讲 我们这个就是要保持我们印度的 那些不是印度教的话 那我们不是说不喜欢他 我只希望说他们要服从多数 那就这样讲 服从多数 那另外他就不喜欢的话 请你搬家到巴西斯坦那边去 就离开我们这个地方 用这样的散动 让他这个族群的这样的一个 本来是同族的 就是在宗教的划分底下 他们就有这种危机感 因为被这个外在的 这种正式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就是他的计划他们内在的这样 也就是利用这个外在的这种政治机制 再来强化说 好 那我们就靠个投票 然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 把握了我们叫做印度的 纯印度的东西 要认为说你外来的 这个伊斯兰兰基督等于是说 要把他们的一个印度的文化 什么把它忽然 所以他们不能够接受 最后呢 国教的报告题 因为实践关系 我就大致 刚才那个提到的 昨天提到那个 黄柏琪老师提到斯里兰卡 就是其他例子 就是在 在斯里兰卡呢 都是住的都是印度教徒 印度人没有错 不过呢 几乎百分之八十呢 是佛教徒 反过来 印度教徒非常少数 非常少数 那百分之二十的话 也不是 百分之二十里面 又有一些是属于伊斯兰教徒 所以那些所谓帕米尔之谷的话 是大部分是 这个 是印度教徒 而印度教徒 他在那个岛上 他的老大哥 支援他是印度 大陆里面的 绝大会的印度教徒 所以这个是很复杂 是不是 这个佛教徒 就是本来在整个 南亚类似少数 可是他在斯里兰卡是多数 好 那么我们听到华老师讲 就是说他们 怎样利用呢 他们的史诗叫大史 这样的一部书 用他呢 把他历史化的神 用把神化人物历史化 用这样一个转换 然后来证明就是说 整个斯里兰卡 是一个纯法的 有这个达玛 达玛兰 是一个把 你是所有国法最值得理想的地方 不容 有这些呢 印度教徒在这叫污染 他反过来讲 反过来讲 所以利用一种 另一方面可以讲说 另外一种 跟多数的暴力 一样的 来排除印度教徒 那因此 这两个就这样的 有完没了 到现在危机还是存在 那么泰国也是有这样子的 泰国很多 我在这边举些 举的那些的例子 特别是这个激进的批判社会 像那个Santi Ashoka 那个是在泰国 这个是那个 哈马帮扫这支大使 那一部书有中文翻译 他可以看一看 是利兰卡的一个历史书 可以看 那么在泰国 又是另外一个历史 泰国很多 你们知道泰国呢 这个大家知道 是一个国家的国家 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 喜欢这个国教 很多人在批评说 泰国的观光业 设行爱之犯аб 这个都是全球 败全球化支持 这是堕落 将 cheat 日本的国教 真的是在污染到极点 所以很多人呢 就不以为他 因为予许一个司徒政权 司徒政权本来 你知道他们有所谓 泰国的国教会 他是官邦的 是主流的 有一点是跟官邦互在一起 很多内部的改革者 就是我們寧可不加入 不加入這個所謂官方的國教會 比方說這個地方提到這個聖賈修塔 他們就出來 然後要過一個似乎有一點像理想社會的公社生活 這批人數不多 不過現在在曼谷地方的最高所長 他是這個教派裡面的人 所以他影響力很大 他提了很多的理想 很多泰國人覺得有道理 你看他們每次在責備他們社會的墮落 那政府很多那些的 那些的那個有一點是軍事將領的那種貪污 大家都點頭 他講的真的是對的 所以他竟然有一個澄清的作用 可是他就被主流的這個泰國的那些國教社會的人士 就把他們排除在外面 所以更顯出他們就更激進 都一定要這樣子 要在道德上要恢復到一個最 我們理想的國教所講的那樣的一個狀態 好 這些呢 我舉的這些東西 你如果中和來看到的話 你可以看出來就是說 現代化之後 modernity 以及全球化 就在這種衝擊底下 那麼很多世俗的這個 這個外在的世界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狀態 所以我時常在想說 有人問說 我們現在所有重要 有時候彼此之間好像不同的衝突 但是最大的問題就是 事實化的問題 就是其實每一個人都在一個 很不穩的根基上 然後彼此在那地方在打架 這是很奇怪的 就讓我想起一個遊戲 就好像在那個 在河原裡面 我們不是那個木頭在滾動嗎 我們在那個滾動 你在那邊站著站住 可是大家在那地方還要去打群組 我都不斷說 每一個呢 現代化就是好像這個潮流 每一個人站的那個地方 就不斷在滾動 所以共同的面對最大的問題 是整個河原不斷變動的這樣的一個根基 但是很多人有時候 似乎沒有注意到這樣 而且看到對方的仇人就在對方 然後就要打過去 很多重要衝突好像是顧列了這一點 好 那麼另一方面 在做我們綜合的 剛才舉的這些的 所謂的Metrics 他們的共同特徵 也是說在整個 這個面臨的民主社會 跟宗教信任的衝突 在這樣的一個大環境底下 整個宗教被認為是一個 私領域的一個東西 不再是一個大家說可以合起來 因為你習慣的說你講話 大家聽得懂 你的宗教的基本的核心價值 別人能夠分享 到現在他認為說那是你這個事情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底下 你被壓縮 你退到一個角落 這個是整個面對的 就是宗教衝突裡面 大家的不安裡面 我想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另一方面 宗教衝突的不同噪音 你的內在方面是這樣的感受 可是外在的 你可以發現 都是因為有政治因素在裡面 或者是強化了某些種族的或社會 就是因為外在今天好多的衝突 並不全然是說因為它內部就衝突 所以都可以想像得到 昨天我們到清真室 他跟你講說伊斯蘭的原始意義是什麼 就是Servander 順從 順從意思是什麼 要達到和平 因為你和平 內心才能夠安穩 本來伊斯蘭的目標 就是這個樣子 可是為什麼我們外在看他們說 他們是很 非常強悍的 而且是很寫信的 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 因為是外在 很多外在的 那樣的一個政治因素 特別我剛才提到說 現整個西方的子民政策 帝國主義 我覺得是要顧很大很大的責任 覺得是這個樣子 在那種所謂引信進步的 這樣的一個情況底下 所帶來的文明跟社會 其實呢 到現在我們看起來 回想起來 可能是災難 還來得多 這個是一個 我們在了解這個話 也要知道說 有這種情形 好 那麼很多的信仰傳統中的 基要的堅持 另一方面你可以看出來說 這批的事物的話 因為他要堅持他 也不得曉得怎麼樣來轉換運用 所以才是對這個樣子 最後你可以發現說 這些所謂的保守跟激進 其實一體兩邊 很多人認為最保守的 在今天的基要派裡面 它變成最激進 當然本來的意思也是一樣 radical 意思 radius 這個拉丁爾的radius 本來就是root 跟最激進的話 本來是最基要的 這個意思跟都一樣 所以這些最保守的 就是要守他根 因為要守他的根 計畫出來以後 變成最 你現在看到的 好像最激烈的那些 所以這個是整個 整個的那種衝突 或配合的只會 基要派這些東西 你在幾個宗教傳統裡面觀察 可以發現到這些 好 那麼好了 最後 講得這麼的 好像描寫起來 認為說 大概沒有什麼希望 人來說 要 來帶來一點希望 就是要對話 要對話 這個對話是一個大的主題 我一下子沒有辦法講 那麼我只能用一些 比較 現在在進行的 或者說值得來當作一個猜討 因為真的是需要耐心 真的是需要耐心 整個對話的這種機次 以及實際的這種活動 也是因為受到全球化地球村的 這種現狀 衝擊底下 你大概說 只能透過對話 很耐心的 來聆聽對方才有辦法 那麼 我們彼此之間的對話 大概有很多種 很多傳統的信仰 教育的信仰比較 人緣的步伐 分享你的特殊的宗教經驗 像這些 討論一些大家關心的議題 那麼這些議題呢 有可能是在現在最重要的 或者是被提到的 生態問題 貧窮問題 性別問題 像這些 這個剛剛你們在上面看到 是第二範定 當然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轉折 1963到1965 那個是很大的轉折 從那個時候 所謂對話 才進入了我們現代的一個意識裡面 所以真的要能夠互相的來分享 這些是很重要的 那麼要主要的 現在的這個對話 是在於就是說 每一個宗教有它的基要 有它要去把握住的 可是另一方面 也有很多的 我們共同面對的問題 當你跟人家來交談的時候 對話的時候 你如果一直強調你的個別性 那是很難很難交談 我就是這個樣子 你要怎麼樣 如果這種態度的話 你沒有辦法來揮發 你一旦想說 你要跟人家當好朋友 你一定尋找共同的化成 可是剛才我講過 所有的宗教到目前 他們的最感受深刻 是外戰環境的變動 就是史實化 全球化所帶來的那種激烈的那種情況 所以面對這樣的問題 我們有需要多多 要來解決共同面對的問題 所以現在很多強調對話就是說 應該講說你能夠夠現實 如果每一個宗教都說 它的宗教是最好的 它是絕對 它是真理 它的終極的那樣的一個目標 是人類的和平 是解剖 是救贖 你講得那麼好 有沒有一個人實際上 可以來給這個苦難的世界 有一個具體的貢獻 所以大家講說 請你拿出來 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面對很多問題 剛才講到傷害、貧窮、性別 還有許許多多 這個都是他們面對的問題 所以你有沒有辦法 來看一看說 你的傳統裡面 可以替別人 替這個大的社會、世界 能夠做些什麼 你的貢獻越多 你的宗教 具有更厚的、更強的說服你 如果說你都沒有 老子堅持的這個 搬起門來 然後就說我是最好、最怎麼樣 那對不起 你只好在這個潮流裡面 你就會消失掉 你應該是我能夠貢獻什麼 然後你就出來 然後用那樣同樣的議題 來跟別人做對話 這個是在基本的 我們現在對話的一個概念 是這樣子的 那麼很多 所以才會講說 現在你可以看出來 很多世界宗教 他們在召開會議的時候 我們都是用共同的議題 來做一個交通的 對話的一個基礎 其實 所以這個也是一個非常實際 但是也是非常有一個重要 就是從正面來講 而不是 就是說你把你的 原來認為重要的 本來是私人領域的 你再把它轉化變成公共領域 並且是能擴大到世界上 各個宗教都平落馬 來參與 因此這個就需要很多次的一個狀況 這個不容易 最不容易的 為什麼呢?很簡單 所有最保守的話 最 最 沒有那個機會 面對外面 不願面對外人 所以現在一旦呢 在挑戰你說 你要面對外面 將你認為私人最好 拿到外面的時候呢 他們有時候會掃住你 會掃住你 所以很多人在開玩笑 說那些去參加對話的話 都沒有具有代表性 因為呢 你跟人家講得好 回到家裡面 你就被修理 對啊 所以你怎麼 你說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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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講什麼 你在外面 你很開放 你很那個 開密 你回到家裡面的話 人家講說 這個他 這個不是這樣 就是說他回去後呢 他反而是在團體裡面的邊緣 這個是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很平常的一種現象 那麼我在這裡面列出幾個 我現在也很難一個一個 時間來講 像甘地 這個大家都曉得 甘地 然後 他的非暴力 然後什麼 那個再過來這個 巴蒂夫爾 這是猶太人 那麼他的很多靈感 是取次於 猶太人在中國的時候 特別是十六世紀 開始十七世紀 在東歐跟中歐 特別是那個 佛拉那個地方 他們那個神秘主義的 那樣的一個傳統 他從裡面學到說 怎麼樣 要人跟神之間的一種密氣的 親密的關係把它轉換成說 我跟你 整個全球就是我跟你的關係 不是他 他的話呢 是一種距離感 是一種呢 台詞 我跟你 I am down 我跟你 我跟你 那樣的一種親密感 是從他的宗教最神秘的 親密的體驗裡面 把它轉化成一個 我們現在對話的一個認識 一個基礎 所以這樣的一個貢獻是非常非常大 非常大 所以他那個 現在提的體驗比較越來越少 但是在二十世紀 他影響就非常大 再過來像Thomas Merton 我拼錯 不是Thomas Thomas 在那個白板上 那個才對 Thomas Merton 他是天主教的神父 但是他到泰國 在那個地方 跟小聖佛教的那個生團 在那個地方 分享他的個人靈修的經驗 所以他在 在國教的一個團體裡面 他把他覺得說很親切 你可以發現就是說 你把他 你個人的教育 你個人的祖師 那種反語 你把它拆除了以後 很多我們的宗教經驗是可以 互通 可以互相 可以互相 那麼我們可能受到很多 傳統文化的一種分別 好 你想看看 你想看 你如果生活在一個 一個非洲的內陸 你怎麼可能變成了一個 一個儒家的一個禁仰者 一個人生到病時 他就是在這個地方 那麼我們能不能說 跳脫或者是徹底的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外在文化的一種分別 然後進到人的一個內心裡面 這樣的嘗試 然後像Thomas Merton 他在這方面非常的用心 好 所以這些呢 很大的一個題目 但是我是覺得說 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 值得我們呢 用對話的精神 斷斷的再來 這個 繼續來思考 那麼尤其呢 在這個衝突的這個時代 最低的限度 一種容忍尊重 像這些 我們是不是用一種說 消極來講 你至少能夠把握這樣的原則 好 把握這樣的原則 然後這個是 我認為但是還不夠的 就好像我講馬來西亞的那些 的這個 不同的像華人跟馬來西亞 當然你不懂 但是共存 但是我一輩子都已經跟你來講這句話 我一輩子沒有一個馬來西亞的努力 那個當然是一個 也是很悲傷的一件事情 然後至少 但至少你不是發生衝突 這樣容忍尊重的一種精神 應該積極來講 就在全球化裡面 那個宗教它能貢獻什麼 這是對你變成正面 一種挑戰 你能夠貢獻什麼 你的好在什麼地方 你的好在什麼地方 你能不能拿出來 如果沒有的話呢 比如說這是空盤 這是空盤 你不能觀察一下 自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 這是一個不可思議的 愚蠢的一種一種想法 然後另一方面 互相的一種分享 這些都是要的 那麼最後我想提出來就是說 我們在講的這樣的一種觀念 我那時常在問同學 無論是大醫的新生也好 或者是很多的資深的那些教授也好 到最後我都發現 我們似乎都需要重新來界定 什麼是宗教 這個是一個最回歸到遠一點 一般的不認識宗教 你會問我說 什麼叫宗教 他很困惑 然後研究到最高級的一種程度 你問他為什麼是宗教 好像我們從八歲到八十歲 都可以來思考這樣的問題 尤其是在這個所謂群學化理下 我們所認知的宗教到底是什麼樣 那麼我們是不是再重新再來想想 他的一個內容 他的目的跟地面在什麼地方 我們是不是也可以借這個機會 做最後的一個反省 那就講到這裡 因為我們只有幾分鐘往後提 一兩個問題 老師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在各個宗教裡面 就有所謂他們的宗教經典 那宗教經典也可以說 是他們信仰的最核心的部分 就是一個 但是在面對這樣一個 全球化的狀況之下 我們要用多元化的角度 來研究宗教的話 那以這個角度來看待經典的話 我們對這個經典教育 究竟是 它的一個延伸還是扭曲了 你說如果再重新學識的話 對 甚至是我們做一個研究者 我們用很多的學問方法 跟角度來看待它的話 當然我們現在不能都不現在文本了 可是文本是它整個教育的核心 那如果說我們現在覺得說 我們這幾天有很多的方法 來研究宗教 那這樣來看我們對於這個 就是說對於某一個宗教的那個 他這個經典的研究 詮釋或者是說我們從各個角度去看待它的話 我們究竟是扭曲它 還是把它延伸 謝謝 這個不好回答 我們扭曲延伸 要看你是站在什麼觀點來看它 你如果堅信自己是對的話 你說這個是扭曲 如果有人不同意你說 他會說你站在哪裡去 對不對 一定沒有這樣 因為是不是教徒的 就是說是不是適應篩的那個辦法 又有很大的功夫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詮釋非常難的一個問題 好 猶太教裡面最有名的 在十二世紀最有名的大學 有點像我們朱熹 叫做 我們叫Moshe 他是出生在埃及 住在西班牙 他的最大貢獻就是把傳給猶太人的經典 用阿拉伯人傳過來的亞里斯多的思想 來詮釋他的聖經 他很有學問 他問除了地中海的各個地方的猶太人有問題 他就寫信去問他 他做了一個很大的工作 那麼他的很多的東西 別人不一定能夠理解 但是他試圖說 我們要適應整個環境的大的變動 所以他利用西方古典的哲學 再來重新來看他猶太人的思想 但是他本身是一個宗教的一個 積極參與者 非常非常虔誠 他用他的人格 所以很多人不一定就反對他 很多人不理解他 但是沒有人反對他 那麼像這樣的話 我就覺得說 你如果是信仰的環境裡面的一份 當然非常重要 就是說你的詮釋什麼樣 你要遇到別人的信任 否則的話 大家都覺得說你是一個跟他不相關 對不對 如果是我來詮釋你的宗教團體的東西的話 別人有時候他會覺得不錯 可是我觀念不一樣 他會認為說 那個是 他根本不是我們 對不對 他講他 那你根本對你這個重要的欲言的作用都沒有 好 那麼你在你的這個重要團體的地方 你要詮釋 因為很重要就是說 你要知道別人在相信 你的團體的人在相信 那你那個詮釋呢 是不是有一種遠距性 你要創新的話呢 你是說這個創新的東西 對這個團體的是個正面 我想你只能從這個幾個原則來思考 如果我們的確很難跟你講說你是有虛或者有生 那完全要看你個人的創意 老師那如果說在這樣 你現在又要如何跟 跟在一個 比如說我們現在所面對的一個全球化 這樣的一個對話 因為在這樣的對話當中 或者是說不同的學科來看待的時候 那這個中間的那個那個隔閡啊 那鴻溝就要再去跨越的時候 就會產生了某種的 讓我們緊張的氣氛 沒有錯 沒有錯 所以不容易啊 所以不容易 我覺得說我們做一個宗教學子 我覺得比那個哲學家難得多 因為哲學這樣關心很難 我們很多哲學界那種有什麼東西 我說你們真的 這樣是很敬佩他們的很整理的思考什麼 可是每天他們都逼著 他就關心很難 這樣子 然後回家說這樣子 我說當然是很可以 可是我覺得他們 跟那個宗教實際的參與 我們呢 宗教實際的實踐 它裡面的神學 佛學 各方面的教育 有很深刻的哲學方面的那一方面的層面 但是呢 你如果以為說你的思考是超越非常的形上 然後講得非常的很精力很深 我想那只能說你個人自己欣賞好 因為呢 整個神學 佛學也好 他是對一個星座來做的 這個是很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因此呢 你在做這個轉化的時候 那種群眾的基礎 一定是你的意思 那麼就完全看個人 看一個整個靈活的程度 到底是怎麼樣 這個看個人他怎麼轉化 那麼我想 我覺得也是沒有問題 你指出了那樣的一個 一個癥結跟困難所在 但是呢 這個野科正可以講說 宗教研究學者 在處理事情的時候 他看到一個宗教 一個叫做Promative Financial 他是一個業 出來做出來的一個產業 因為哲學的研究者不需要出儀式 他對儀式沒有興趣 對我們來講儀式是 太有趣了 裡面的象徵 裡面的一個整個 那個不得了 不得了 我們就是最喜歡儀式 但是他們對我們很興趣 所以那個關注點對 好 好 朋友們 可以好 來 老師你好 其實我們現在主要這個時代 大部分人都有老是所謂的那種 現代性的意識 但我覺得很奇怪 就是對那些宗教 對於基本教育派來說 我們會覺得說 他們的行動非常的悲哩性 那為什麼這種基本教育派 他能夠得到那麼多的 貴重的那種享譽 跟他們的 他們的市場為什麼會這麼大 對我們這些一般人來說 不是很... 是 我們昨天王老師也提到說 當你從所謂現代性 現代的歷史的發展 到你現在的現代 不要忘記 並說你古代結束 中古 然後又有一條線 我現在開始注意 不能夠想古代的事情 現在是現代 不要忘記 所有的東西都是同時必須 同時必須 我想我們不要講 那麼大的一個社會的眼鏡 你個人的話 你會發現你的觀念裡面 有些是蠻傳統的 有些是蠻先進的 一個人就那麼複雜 都不用講就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現在 我剛才提到說 這個現代這種的概念 全球化這種概念 這完全是從西方那個地方 他們導引然後強制在整個 所有的世界的所有的人身上 所以對很多人來說 很可愛 那我們覺得說 你要來減輕這種衝突的話 你必須要進入到人的內心裡面 各種族群的內心裡面 去了解他們的一個歷史的脈絡 他們的一個傳統的一個累積 而不是說強制說 這個時候你還在相信那個東西 拜託 就罵起來 對不對 很多人就是 明信還在研究宗教 完全明信 你到底是要幹嘛的 你根本找事根本找不到 對不對 他們那時候他們這樣講的叫做現代 他們叫我幸福 我覺得這是很愚蠢 我們現在就是 受到這種教育 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還不想說人 這個事情不能這樣化成 你知道嗎 不是說理性 然後相對非理性 是這樣子的東西 對不對 我們人的一個生理的心理的機能 人就是人 就是有當中 你要從任一個 叫普通奧斯來講說 有一個人是理性 告訴你一個叫 悲觀理性的一個理育 non-relational 不是illational 不是不理性 是non-relational 悲觀理性的地方 這種在我們社會裡面 很多都被誘殺掉了 所以我們現在對美感的經驗也好 對藝術 對愛情 對兩性 我們那種最與生俱來的那種 我們都沒有被培養 所以變得非常機械化 非常機械化 那才是現在一個好大的問題 你個人就我們可以感受到 更沒有想說世界那麼複雜 更有不同的族群 不懂得叫團 最後一個 好 最後一個 好 我是想對剛剛兩個問題 就是做一下我個人想法的分享 就是剛剛好好的講到會說 好像不太理解為什麼 這些基本教育派的人會這麼極端 比如說 現在這種社會 為什麼要很參加這個東西 如果以他們的角度來講 他們會覺得我們這件很奇怪 為什麼他們可以掌握那種 宗教最終極 生命當中最重要的部分 他們覺得那是他們生命的完整 我們可以放棄 我們覺得一些很簡單的東西 就能夠滿足我們這樣 所以就是說今天我覺得 其實宗教界 要合作一個很重要一點就是說 事實上我們是相似多於相 我們相似點就是說 我們對於一個終極的關懷 這對很多人來說 可能是生命當中最重要的東西 對這是我對黃同學的回應 然後另外第一個同學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對一個文本的再詮釋 會不會去扭曲他或抹殺他 或是對他來說是一個延展 我覺得對文本的再詮釋 他就像一把刀 他可能會殺出一條新的血路 也可能就是說 把原來很好的傳承給斬掉 但是我還是比較贊成就是說 應該從不同的方面來詮釋 所以像我們宗教會發展出來 宗教心理學、宗教社會學 或說宗教哲學 就是說我們可以以一些比較現代的一個 就是說研究的領域再去重新看我們宗教的東西 以我的經驗來講 我覺得可能我看佛教的原點 我不是那麼了解 可是我如果從那個西方心理學 他們的研究來看 我可能更了解這個傳承的好處 但是如果我現在在練氣功的時候 我如果叫我去看什麼太乙精華密子的 他們講什麼烏吐啊 什麼之類的 那現在我可能看不懂 可是我如果來看中央大學 林孝中老師 他用那個流體力學的東西 來解釋這個氣功的原點 我可能會比較容易去接受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處在一個不同的時代 不同的氛圍裡面 那有時候可能原始傳統的詮釋 已經沒有辦法去切入 我們可以去了解的一個角度的時候 或許我們在詮釋 可能是不是去扭曲那個傳承 而是幫他殺出醫療血路這樣 這是我個人的辦法 謝謝 那我看時間就到此